一个未积碗竟是极其稀有的宝物 而且全世界仅存三个 但是这样的无价之宝竟被低价卖了 其中拥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故事呢 俗话说呀 物以积为贵 越少的东西价值也就越高 尤其是在古董身上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 有一位老人带着个破碗来到文物部门 据他所说 这竟然是个未积碗 一个未及的破碗拿来鉴定 显然文物局的人都很不屑一顾 没人接待老人 但是啊 其中一位专家还是大发善心 接过了老人的碗 但当他查看时却愣住了 于是赶紧喊来其他专家一同来看 众多专家在仔细研究之后发现都被震惊了 原来啊 这个碗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全世界也是仅存三个 由此可见 这将是多么稀有的存在呀 说起古董啊 现如今国家慢慢开始重视对文物的保护 有很多文物都散落在各处四海为家 还有就是清朝末年的时候 有很多的盗墓组织偷取了大量的文物 都大胆卖了出去 以至于很多文物都不知所踪 在古时啊 名门望族就对瓷器这类的东西甚是喜爱 特别是皇帝更是如此 因此流传下来的古物中 瓷器也是居多 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件极其稀有的瓷器 而且啊 属于世间仅存的级别 这件瓷器的主人便是一位老奶奶 令人惊讶的是 这件有名的瓷器 竟然是老人多年的未积碗 为此很多人都大为震惊 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 这件瓷器居然被低价卖出 这样的无价之宝为何会历经如此呢 当下这个时代啊 不管是东西还是人 大家都比较注重事物的第一印象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演员 当然 这也是个不好的习惯 就比如一件东西的好坏 人们往往会对第一印象下定义 只是通过外表是否华丽美观来判断 但是啊 这样往往会忽略掉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就比如这位老人的未积碗 时间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有一位老奶奶 她的家中有一个未积碗 这个碗在家中已经很多年了 除了未积也没啥大用处 天天未积 老人每次看到这个碗 越看越觉得不一般 就想到这个碗的年代也挺久的 还是之前家人在外面捡来的 当时家中养了鸡 就顺手拿来喂鸡了 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文物 这个碗虽说是较为破旧 但不就是越久越值钱吗 说不定这也是个宝物 于是啊 老人就打算带着这个碗 到古董店去碰碰运气 如果真是个古物的话 也能卖点钱来补贴家用 老人拿着东西到了文物部门 专家们经常接触到文物 都已经认为文物就是精美漂亮的东西 而当这时看到老人拿着这样一个破碗 而且上面还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屋子 因此并没有多么重视 但是老人却说 这个碗在家中好多年了 应该是个不错的东西 请工作人员再给帮忙看看 此时有位专家看老人也不容易 便接过这碗 开始仔细瞅了瞅 不看不知道 这一看 这碗还真是不一般 只见这只碗的胎体厚重 碗上身的右色非常的均匀 而且烧制工艺不错 应该也是个不错的东西 但他也是刚入行不久 所以还不清楚 这件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知道 这也是件不错的东西 看老人着急卖 于是就和老人商量了一下 最终以80块的价格 从老人手中买走了 在那时候呀 我国的经济还不是很好 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价 对于普通人们来说 80块钱也算是不少钱了 虽然现在你肯定认为非常少 但在那时啊 一直破碗能卖了80块钱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了 说不定还是这位专家 能动用的所有资金呢 而这位老人用这个破碗换了钱 非常的开心 着急买肉去了 也并没有留下姓名 带老人走后 这位专家便开始了仔细的研究 他对这只碗进行了清洗 这使他惊奇地发现 其实啊 这只其貌不扬的破碗 它的成色居然还是不错的 屋子都被清理以后 还有个重大发现 那就是 这只碗底有六个字落款 大名宣德碾制 这就说明 这是一个明朝时期的古董 历史上 中国的陶瓷叶发展得很早 早在明朝时期 烧制工艺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尤其是景德镇的瓷器 但是啊 他并不敢确定 于是赶紧叫了其他人一起来研究 众人便都开始围着这个位积碗 他们经过仔细的观察 根据这只碗的工艺 造型 以及右色等结合来看 确定这个碗是明朝时期烧制出来的撒兰釉 是宫里用来制头子的物件 乃是宣德皇帝所使用的 他是一个精通治国的皇帝 但对娱乐也很痴迷 这只碗就是他让景德镇专门为他烧制的 碗耍的碗 其全名叫景德镇窑 撒兰釉波 这次当时可是一种非常有名的词剂 烧制工艺非常的高超 但是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这种工艺就失传了 后来直接停产了 据说如今仅仅存在三个 其中一个在如今的博物馆收藏 专家还表示 这样一个珍贵文物 其价值可是不可估量 如果拍卖的话可能会上亿 当然 这是不可能拍卖的 它放在博物馆里供人们欣赏 现在知道了这个碗的真正价值 文物部门的专家想找到那位老人 给的一些补偿 但是找新多次都是落败而归 老人既没有留下名字 也没有说出地址 这一下找起来更是遥遥无期了 平心而论 这样一件价值连城的 撒兰釉词词 只是因为表面有些污渍 就被人们蒙蔽了它的真正价值 仅仅八十块钱就给卖了 现在却是变成了 明代珍贵的兰釉丸 因此啊 对待文物一定要慎重 想踏入古董行业 就要多多了解文物知识 不要因为不识货就低价卖出价值连城的宝贝 也不要因为片面的认知 就高价钱买个雁品 如果没有时间又不具备金钱 那就对文物敬而远之 抱着欣赏的态度就好 可远观而不可卸完颜啊